天启七年十月十五号 云南监察御史 杨维元上书 弹劾崔承秀 贪权弄似 十恶不胜 在这一封书当中 杨维元表现出极强的正义感 他愤怒的质问阉党 谴责了崔承秀的恶性 杨维元 阉党 形势非常明显 崔承秀 反正大伙不敢弹劾魏忠贤 崔承秀这就已经成了重视之地了 对于励志搞掉阉党的崇祯而言 这是最好的机会 但是崇祯没动手 他不但没有动手 还骂了杨维元 说他轻率发言 事实上他确实不打算动手 虽然他明知的现在解决崔承秀 不但轻而易举 还能有效打击阉党 但他就是不动手 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 在杨维元的这封奏书之后 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很快的他的直觉 就得到了证实 几天之后杨维元再次上书 弹劾崔承秀 这是一个怪异的举动 皇帝都发话了 依然活着去硬杆 这个行动就有点反常了吧 而反常的原因呢 就在杨维元这个奏书里 在这封奏书当中 他不但攻击崔承秀 还捧了一人 谁呢 韦忠贤 照他那说法啊 长期以来 这个崔承秀啊 可是没给韦忠贤帮忙啊 净添乱了 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啊 崔承的判断很正确 在杨维元的背后 是魏忠贤的身影 魏忠贤得到了气势 全身而退 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要想平安过关 得给崔承一个交代 所以他指使杨维元上述 把责任推给崔承秀 虽然一直以来呢 崔承秀都帮了很多忙 还是他干儿子 没办法 关键时刻 老子自己都抱不住了 儿子孙子算了吧 都死去办 但是崇承是不会上当的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当中 目标只有一个 不需要俘虏 也不需要接受投降 于是真正的机会 就被崇承等来了 10月23日 公布主事 陆承源上述 弹劾崔承秀 以及魏忠贤 崇承决定从这开始行动 因为他知道 这个叫陆承源的人呢 并不是阎党分子 此人职位很小 但是名气很大 距离表现的就是 东临党当政 他不搭理东临党 阎党上台 他不搭理阎党 公认的魂不临 软硬都不吃 他了人家动手了 那这说明 这老人家真是 抬着棺材要玩命了 接下来呢 就是例行程序了 崇承秀承批评 崔承秀 赵立提出辞职 我不干了 但这一次崔承秀提出辞职 崇真呢 批了 勒令崔承秀 赶紧滚带回家吧 崔承秀哭了 这下终于完蛋了 魏忠贤笑了 哎 把崔承秀交代了 我就过关了 丢了个儿子 保了命 这笔交易太划算了 但是很快 魏忠贤就发现自己错了 两天之后 兵部主事 前员阙上书 痛斥崔承秀 说崔承秀 这个垃圾垃圾王八蛋 竟然还能在朝内里 混这么长时间 不就是因为魏忠贤嘛 然后他又开始骂魏忠贤 魏忠贤这个臭不要脸的啊 在朝队里边 还能混这么长时间 因为什么 因为皇帝嘛 不知前主持是否过于激动 把皇帝给捎带上了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封奏书送上去的时候 皇帝全无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几天之后 刑部员外郎 史公盛上书 再次弹劾魏忠贤 在这封奏书里 他痛斥魏忠贤 为表达自己的愤怒 还用上了排比劲 魏忠贤终于明白了 完了 自己上当了 但是这时候为时已晚 说到底 读书太少 没文化呀 魏忠贤并不清楚 朝廷斗争 从来只有单向选择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 天启皇帝死那天 他那人生就只剩下 一个了 什么呀 就是谋逆啊 他曾经胜券在握 只要趁崇祯立足慰稳 及早动手 一切将尽再掌握 然而呢 那个和善亲切的崇祯告诉他 自己将继承兄长的医院 重用他信任他 太阳照常升起 于是他就相信了 所以他就完蛋了 现在反击已经不可能了 从他抛弃崔成秀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微信呢 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 绝对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 烟党从此 那叫土崩瓦解呀 他这个党羽是纷纷的辞职 干儿子干孙子 从此跟他划清界限 机灵点的都在家写奏书 反省自己 痛骂魏公公告别过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面对蒲天盖地而来的 匡风暴雨 魏忠贤决定 使出自己的最后一招 他的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当年他曾经用过这招 效果很好 是吧 这招的名字叫 哭 在崇祝面前 魏忠贤嚎啕大哭 失声痛哭 崇祝一开始还安慰两句 等魏公公哭到悲凉的时候 哎呀 这个就在这不断的叹气了 眼见着哭入家境 效果明显 魏公公收起眼泪 撤了 哭 特别是无中生有的哭 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高难度技术 当年严松啊 就凭着这招 哭倒了下岩 最后将下岩给绊挺了 他也曾凭着这招 扭转了局势 把杨莲给干掉了 魏公公相信 凭借自己生情并茂的表演 演员是一定能够诞生的 一定能够感动崇祯的 崇祯确实是很感动 他没有想到 一个人竟然可以恶心到这个程度 都那么六十的人了 几乎毫无廉耻 眼泪鼻里说下来就下来 到现在朝廷内外 就算扫地的老头都知道 崇祯哪要动手了 但是他就是不动手 他还在等一样东西 其实朝廷斗争啊 跟街头打架斗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斗争这个手段和程序 比较特别 街头你吵架上就行了 但是朝廷里边斗争 拿砖头硬干是没办法的 你必须得遵守啊 朝廷斗争的这个自身规律 在开打之前 得先放风声 讲明白 老子哪帮哪派的 我要修理谁 你们谁愿意跟我一会儿 抓你时间过来 不愿意跟我一会儿 我跟你磕到底 这才能动手 崇祯的就放出了风声 在等待群臣的响应 可是群臣就是不响应 没办法 截至到十月底 敢公开上书 弹劾魏中贤的 也就俩仨的 这一势力说明啊 经过魏公公几年来 言传身教 大多数的人呢 已经没种了 没办法 这年头混饭之不易啊 等形是明朗点的 我们一定能出来 落井下石啊 然而崇祯终究 等来了一个有种的人 十月二十六日 一位国子监的学生 对他的同学说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胡浪在前 朝廷竟然无人敢于反抗 我虽一介平民 愿于致绝死 虽死无害 第二天 国子监兼生 钱家征上书 弹劾魏中贤十大罪 钱家征 虽然只是学生 但是文笔相当的不错 内容狠辣 态度极硬 把魏中贤骂得 狗血淋头啊 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魏中贤得到消息 十分惊慌 立即进攻的面见崇祯 当然了 没玩出什么新花样嘛 还是哭嘛 哎呀 哭得痛欲生 感觉的哭得差不多 有效果了 就收拾神功 准备回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 崇祯叫住他了 等等 崇祯找了一太监 交给太监文术 说来读 让魏公公听听 就这样魏中贤 轻耳听到了 这封要命的文术 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痛苦的抬起头 却只看到了一双 冷酷的眼睛 和嘲弄的眼神 那一刻魏中贤的 威望自信 以及抵抗的决心 终于是彻底的崩溃了 精神近乎失常的 魏中贤离开了宫殿 但他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 在那里 还有一个人 应该能挽救 所有的一切 魏中贤去找的人 叫做徐应元 徐应元的身份是太监 不同的是呢 十几年前 他就是崇祯身边的太监 事到如今能求的人 也只有他了 徐应元呢 也很客气 很够意思 接待了魏中贤 并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说现在这个情况 你啊 还有一个方向 立即辞职退休回家 可以保全身家性命 魏中贤是思前想后啊 贪拳练拳 不愿意放手 但是到目前 这种情况不放手 也不行啊 立即回家 找人写了封辞职信 当然了 临走前呢 他也没忘记 感谢徐应元 对他的帮助 给他指的路 徐应元之所以 帮助魏中贤 是想让他死得更快 和魏中贤一样 打多数太监的习惯 是见风使舵 落井下石 一直以来 崇祯都希望 魏中贤能自动走人 毕竟呢 燕党根基太深 他自己走了 这也最省心 也最省事 在行元的帮助下 第二天 魏中贤提出辞职 这次他很真诚 同日呢 崇祯批准了 魏中贤的辞呈 一带俱坚 就此落马 落马的那天 魏中贤很高兴 因为他认为 自己已经放弃了争权了 无论如何 崇祯都不会 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了 一年前呢 东临党也是这么认为的 天启七年 11月1日 崇祯下令 魏中贤呢 劳苦公告另有重用 即日出发 上凤阳看坟去吧 得到消息的魏中贤 非常沮丧 但是他不知道 崇祯也很沮丧 崇祯呢 是很想干掉魏中贤的 但是无论如何 魏公总算是三朝老奸 前任刚死两个月 就干掉他 说实在的 不好意思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改变了他的决定 当他宣布赶走魏中贤的时候 有一人站出来了 反对他的决定 而这个人 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或许是收了钱的 或许是说了情的 反正是徐映元站出来了 公然为魏中贤辩护 希望皇帝给他个面子 面对这个伺候自己 十几年 一向忠心耿耿的老太监 崇祯毫不犹豫的 做出了抉择 奴才敢与奸臣相通 打一百棍 发南京 太监不是人呢 顺便说一句啊 在明代 奴才是朝廷大多数太监的专用灭称 而在清代不一样 奴才是朝廷大多数人的尊称 你跟皇帝关系不好 还不能叫 你是汉臣 你只能称臣 你所谓做奴才而不可得呀 这件事情 让崇祯意识到魏中贤是不会消停的 而下一件事也使他明白 魏中贤呢 是非杀不可的 确定无法挽回 魏公公准备上路了 足足准备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 他就干了一件事 什么事 打包啊 那么多家产 我都得带走啊 既然荣华与我如浮云 那我只能留富贵了 但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 几百个仆人干了六天 清出四十大车 然后光荣的上路 前呼后拥 随行的还有一千名 隶属于他本人的骑兵护卫 就算是轻度弱智的白痴 都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了吧 大难当头 你还这么嚣张 四十大车财产 魏容贤活没魂力 他没魂力啊 他活不到九千九百岁啊 一百岁 他还是想追求的嘛 对不对 事实上 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 是他最后的轨迹 这个轨迹的来由呢 是历史 历史告诉我们 战国的时候啊 秦国大将王俭出兵的时候 一边行军 一边给秦王打报告 要官 要钱 可以说是贪得无厌 臭表脸了 有人就问他 你干嘛呀你呀 王俭就说了 说我呀 我军权在手 我只能这样 我才能让秦王放心我 此后呢 这一招被包括萧和在内的 广大人人之士 就是实相点的人人之士都给用了 魏容贤用这招 说明他虽不识字 但是多少呢 历史读点 是吧 了解了一些 可惜 魏容贤这个略懂 魏公公的用意是呢 你看 我已经无权无势了 我就回家过几天 舒坦日子就得了 我就想告诉重真老爷 我不争了 我不争了 我就把这点钱带回家去 安度万年吧 就这么个意思 可是呢 他犯了一个错误 他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啊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 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 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 王俭的招数能够奏效 是因为他手中有权 换句话说 他那个行为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 我帮你打江山 你的权利归你 我要钱要官 我不要权 此时的魏忠贤你已经是无权无关 你凭什么跟人签合同啊 你跟人谈判 你首先你得有谈判的资本呢 所以重真就很愤怒啊 你凭什么 你还跟我这在这签合同 他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 他的签 还有他的命 魏忠贤倒是没这个觉悟 依然得意洋洋来 哎呀 我这个计策真是好啊 出发了 但是聪明人还是有的 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珍 就曾对他说说低调点 低调点好啊 魏忠贤低调点 若要杀我何须今日 今日之前还无须杀你 魏忠贤出发之后 第三天重真传令兵部来啊 给我代不归啊 这一天是11月6日 魏忠贤所在的地点是 直立合建府 府城县 护卫簇拥的魏公公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几天来他在京城内县呢 不断的向他传递着好消息 他的亲信 包括五湖五标纷纷落马 老朋友往底前退休了 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援 连也被发配去守灵了 翻身已经是没指望了 就在这情绪呢 最低落的时候 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 一个最新的消息 得了 皇帝大人已经派人追上来了 威延的9900岁大人 当场就晕过去了 追上来 然后呢 逮捕入狱定罪 斩首还是挨寡呀 天色已晚 无论如何 找地方先住着吧 先活过今天再说吧 魏忠贤就进了 辅城县这座小县城 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站了 辅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 上千人一拥而入 满了 当然了 魏忠贤住这客店是其中最好的啊 为保证9000岁的人有地方住 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撵出去了 虽然天气很冷 但这也无关紧要 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 在这些人当中呢 有一姓白的书生 来自京城 所谓最好的客店 你小县城最好的 你也能是五星级吗 就是几间破房子吗 屋里边也没有辉煌的灯光 11月的天气也冷 哎呀 这个北风透雾 打多算又没有暖气 在黑暗和寒冷中 伟大的 无与伦比的 不可一世的9900岁 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 回忆着自己过往 回想自己 龙庆年间 无业游民 文盲 万历年间 进攻小杂役 天启年间 东厂梯都 朝阵掌控者 无数的孙子的爷爷 生词的主人 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 到而今 就剩下破屋冷床 孤身一人 荒谬啊 究竟是自己荒谬 还是这个世界荒谬啊 四十年间不过一场幻梦啊 得了 死了得了 而此时 他的窗外站立着那名姓白的书生 在这个寒冷的夜晚 没有月光 在黑暗和风声中 书生开始吟唱 夜半歌声 在史料当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桂枝 他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 叫五更断魂曲 这个断魂曲啊 一共分五段 从一更唱到五更 一整天呢 愁 听出更鼓正敲 心耳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设好 进阳告真美酒 声歌过躁 如今既聊荒店里 只好醉村聊 又怕酒淡 酒淡愁农也 怎把愁畅扫 二更天 开始凄凉了 二更时 辗转愁 梦而难救 想当初 睡牙床 锦绣亲丑 如今 卢巍巍 是土为抗 寒凤入户 避穿寒月冷 眼前 夜穷愁啊 可怜 满枕凄凉也 重启绕房走 到三更天 就飘零了 夜将中古洞洞 更落三下 梦才称有惊绝 无限皆呀 想当初 世清朝 谁人不敬 酒清称晚辈 是宰相威斯牙 如今逝去石衰也 凌落如飘草 到四更天 就无望了啊 这后几句就是 鸡声毛店里 月影草桥烟 真个木段长途也 一望一回远 到五星天 就荒凉了 闹嚷嚷人催起 无惊天起 正寒冬风凛冽 双佛正一 耿河人 娇阴琴 韩文彼此 随行的是韩月影 吆喝的是马胜斯 此这般荒凉野 真个不如死啊 吴景天一场满 曲终混沌 多年以后 史学家呢 在书中啊 记下了这个夜晚 发生的一切 但这一段 在后来的史学研究当中啊 是有争议的 就史学研究而言 这么诡异的景象 不像历史 但是 我们准备相信 这一段记述 在那个夜晚 我们所知的一切 我们认为 它都是真实的 因为历史 除了正金为作 一丝不苟之外 有的时候 也喜欢开开玩笑 算算总账 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 据说是何建府的秀才 之前为徒嘴痛快 说了魏中贤 几句坏话 被人告发前途惊毁 于是编曲一首 等候于此 不计旧恶 帮其送终啊 但是在那天 夜里魏中贤听到的 不是这首曲子 而是他的一声啊 想当初开夜宴 何等奢嚎 想当初侍清朝 谁人不敬 如今荒殿里 只好醉村了 如今逝去石衰也 凌落如飘草啊 魏中贤是不相信天道的 当无赖的时候 他强迫母亲改嫁 卖掉女儿 当太监的时候 他抢夺朋友的情人 出卖自己的恩人 九千九百岁的时候 他泯灭一切的人性 把铁钉钉在杨连的脑袋里啊 把东林党赶尽杀绝 就这样的人 他没有信仰 没有畏惧 没有顾忌 可是天道 终究是存在的 四十年后 他把魏中贤送到了 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边 这里距离魏公公的老家宿宁 只有几十里 四十年前 他经过这里 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 现在他回来了 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呀 这是一种别开生命的折腾 因为得到之后再失去 远比一无所有的 要痛苦的多 魏公公费尽心力 在成功的路上 一路狂奔 最终却发现 是他娘的折返跑啊 死这般荒凉野 真个儿不如死啊 真个儿不如死 那干脆死了 得了 魏中贤找了根布袋 搭在房梁子上 把自己脖子脑袋往里一套 得嘞 脚一蹬 凳子一倒 离开了这个世界 天道有常 或因人事而迟 然 终不勿也 你坏事做尽 最后你一定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早晨 魏中贤的心腹李朝青醒来 发现魏中贤都凉了 绝望之中 他自己也掉死了 在魏中贤的一千多 陪同人员里 几千朝廷死党里 这是唯一陪着他死的一个人 得知魏中贤的死讯之后 一千多名护卫 马上就行动起来了 你不是四十大车财产吗 来吧 瓜分了魏公公的财产 四散奔逃而去 魏公公死了 但是这场大戏 可才刚刚开始 这场大戏 这场大戏